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奶奶 嗯 别担心我 我在那边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知道 好好照顾自己 您也得好好的呀 啊 来 我到了那边会写信回来的 知道 云灿 云旭 好好照顾妈和奶奶 妈 我走了 走吧 走吧 他也走了 这云灿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 妈 屋剧快过去了 该死的飞机啊又该来轰炸了 咱呢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呢 昨天董事会开了一会 决定暂时把学校牵到乡下去 等屋剧的时候再回来 我想一想 咱们就把每二十名学生编持一支队伍 由两名老师带领 后天就转移 太太肯定可回来了 云旭少爷又发烧了 在哪儿呢 在哪儿 太太我 妈 妈 云旭怎么了 你还知道问哪一天到晚的忙 你可能都早忘了云旭了 这孩子 云旭 从小就体弱 受寒了发烧了 云旭 嗓子疼不疼 疼 不要急 妈 我就是受了点疗 鼻子有点不透气 妈 那叫大夫了吗 就等你了 妈 你别听奶奶的 大夫刚刚又来过了 还给我吃了药 那就行了 妈 一个男孩子没那么娇气 哪个孩子长大没有头头脑热的呀 你听听 这是你当妈说的话吗 有您这个亲奶奶不就成了吗 妈 我还有大事跟您商量呢 云旭 你先睡会儿啊 又有什么话 来 妈 这鬼子啊 三天两头都来炸 去学校里放了这么多孩子 我不放心 万一让炸着了 咱没救了人家 反而造了孽 那不是有防空洞吗 我怕来不及呀 所以学校董事会呢 商量了一下 决定啊 把学校 要连到乡下去 已经在江北找好地方了 我想咱们全家也一块去 我可不去 我老了 我死也死在自己家里 再说了 云旭还病着呢 去不了 这点小病 这点小病她也是病 您 您这老太太 不讲起理来 一点办法都没有 妈 奶奶要是不走的话 我就留下来陪奶奶吧 那可不行 你们一老一小的在家里 我怎么能放心呢 没关系 飞机来了 我们就去防空洞 妈 您真的不走啊 你 你还没老呢 你怎么这么啰哩啰唆去 妈 云旭 你快点好起来吧 你要是不好起来 你奶奶就看我不顺眼 就这么定了 那妈走了 奶奶可就留给你照顾了 妈 你放心吧 这个就不带了 什么 路上呀 还要照顾孩子呢 怎么自己的东西 能少带点就少带点 子萍呀 你们在收拾东西呢 我刚才跟云灿说 要把自己的东西少带点 路上还要照顾孩子呢 子萍呀 自从你来了以后 真是帮了我不少的大忙 姐姐 你可别这么说 要不是您当初帮我 我哪有今天呢 就别说这些事了 子萍啊 我刚从老太太屋里出来 她决定不走了 要跟云旭留在家里面 咱明天大早就出发了 你要不要先去跟她道个别 好好好 我这就去 云灿 你妈没走过这么长的路 路上你要好好地照顾她 大妈 谢谢您了 跟大妈还这么客气啊 赶紧收拾东西吧 啊 妈 云旭好点没 退烧就好了 妈 明儿我们都走了 您和云旭在家里面啊 听见那警报声啊 马上躲进防空洞里 别耽搁了啊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啰嗦来啰嗦去的 我不跟你说了吗 我有云旭 你得啰嗦 我这不是不放心您吗 哎呀 有什么不放心的 您这是在补谁的衣裳呢 谁的 我的 你看看啊 这胳膊肘出了个洞 我把它补补当新衣裳穿 这个家里面 谁穿打补丁的衣裳 也不能让您老人家穿啊 那我怎么就不可以穿呢 妈 您让我说什么好呢 嗯 来 低头 低头 这 你这怎么长白头发了 啊 妈 我多大岁数了 您老没看见 头顶都白了 哎呀 不休 自从你进到后家的门 已经是三十年过头了 哎呀 一个乳化思义的女孩 这儿 转眼就变成了老太婆了 妈 我都过五十了 是啊 志宏这个不争气的 哎 你嫁过来 都已经是三十年之久了 可是 夫妻的日子 没过过几天呢 妈 别说了 妈 国秀自有丧母 没有妈疼 进了侯家 有妈疼我 这才知道 什么叫母爱 这辈子啊 能跟妈称婆媳 称母女 那是国秀的夫妻 妈 我来吧 妈 妈 商号里啊 我还留了人 您要做什么想吃什么 让他们帮您跑腿啊 您别自己出去买 还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注意防转啊 您的水 多买几个暖油 你听见没有 还有最重要的是 房间警报一下啊 你赶紧啊 安静好啊 听见没有 您眼头就不方便 让云序带着你跑 知道了 妈 应该啊 走吧 走吧 那我们走了 好好照顾你妈 奶奶 那你自己千万小心 走吧 走吧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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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吧 妈 我们走了 妈 我们走了 妈 我们走了 继续了啊 还有鱼婿 走了啊 走 妈 我们走了 快点 慢点啊 林蔡 你扶着点他们 来 都慢一点 小心一点啊 一个一个 来 快 上来就坐好啊 走了 林蔡 我得回去一趟 回去 我还是不放心 把你奶奶这么久放在家里面 而且云旭还病着呢 可是 没事 我让小四陪我 赶紧的 快 你快赶上去啊 我马上就回来 大妈 开头慢点 前面有船 哪有船啊 快 小心小心 你去 家里人都跑出来了吧 跑出来了 好好 把我都出来就好了 大爷 大爷 你能不能把我送到河队岸去 太太 你不要命了 你没看见那边炸着的吗 大爷 我出高价钱 高价钱我也不行啊 我还要这条老命呢 我走了啊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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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于婿 你们进房空洞没有啊 胡萨白红 胡萨白红 忙し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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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再帮忙一次吧 要往外走 慢一点 我走 我们等会子 鸵仔维梦 快走 走 鸵仔维梦 来 来 到底是怎么啦 在这儿 这孩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还不去找 我带你进去 妈 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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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没有啊 这人是不是已经回去了 这老太太 是啊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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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 老太太 老太 一眼见到你 我就认定你是侯家的人 只要我们娘俩齐心协力 就能开好这艘船 妈妈成天的事为你保不平安 什么都不要了 走吧 我跟你 妈 一会儿走 好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国兄 雨忠 你放心 云絮救过来了 这孩子命大 他躺在一个通风口的上面 那老太太呢 老太太 她怎么了 她走了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干吗 我们走 继续走 秦灵 记着 给你爸给你哥写信 让他们在前线 狠狠地打鬼子 世上有令 我们在这儿 已经苦战了四天四夜 成功地完成了 掩护大部队撤退的任务 现在 我们已经被日军 重重地包围了 没有退路了 明天早上 我们就和日军决意死战 抗战到底 抗战到底 始终不予 始终不予 火吞敌军 火吞敌军 世故还将 世故还将 我是红龙 君座 喝酒呢 全都喝酒呢 我们都在这儿顶了四天了 任务完成了 但是我们出不去了 小鬼子都把我们包围了 援兵也不到 我们现在弹尽粮绝了 明天就跟小鬼子一绝死战了 打 打 对啊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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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加油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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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来 是吧 告诉你们两个一件事情 你们的奶奶没了 小日本的轰炸重庆 整整轰炸了一天 你们奶奶在防空洞里 因为人太多了 为了保护云区 死了 这边是重庆的方向 你们两个跪下 给奶奶磕几个头发 给奶奶 奶奶 stereotype 打发阴护 吉势 你先回去 我有话跟你要说 云朗 你奶奶的死 让我放弃了全体战死的想法 重庆在战争中死的人太多了 这些子弟兵都是我从重庆带出来的 我得想法让他们活着回去 所以我现在有个想法 我要组织一个赶死队 赶死队 对 你去挑上二三十人 带上最好的装备武器 杀出一条血路把敌人引开 然后大部队再从别的地方堵回你 你凶吗 你凶吗 我凶 是我吼着红的装 你凶吗 云朗 大部队能活着出去几个 我不知道 但是赶死队的人 恐怕不会有活着的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长得比老子都高了 准备去吧 还有什么事 我能带赶死队的围 那您能不能到云峰车里 不行 爸 你必须第一个选中的就是他 爸 十个人中 哪怕只有活一两个 我也不能把这种生的机会 留给我自己的孩子 准备去吧 我还有件事求你 你怎么这么啰嗦 说 如果您要是能回家 就好好跟爸过日子 跟他复婚 行吗 准备去吧 报告事长 报告事长 赶死队集合完毕 我叫你 我没有什么这么啥 我叫你 我给我 你不能在家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爹 爹兄们 我侯志宏 拜托了 出发 小友转 后走 走 哥 那个山脚下面就是鬼子的山地啊 好 准备山道 上 上 报告 部队齐和完毕 三权队都有 警告考定 两座转 航步登 哥 小鬼子从后面上来了 好 隐杀阅都有 二班长 带警人顶着 警方 你跟我走 快快快 队长 干死没害剩九哥活着的了 那咱们结果也算命大了 整理装备 随时准备突围 是 小鬼 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以为小鬼子上来了 后边也就不再没放过枪 估计大部队已经平安转移了 休息吧 哥 大部队都平安转移了 咱们什么时候突围啊 你招什么机突围啊 突围的时候我叫你 好 老婆 我 看 看我快点拿着吃 你自己吃 哥比你大十岁 哥从来都不值得让着你 小时候的事你还记得吗 咱不记得呢 你比我大那么多 每次咱俩打完架 妈总是先打我 还有 我这次做的心意上 都是给你 我要穿的 永远是你倒下来的衣服 长到七八岁的时候 我还在想 我到底是不是咱妈生了 你 我小时候怎么那么不懂事呢 你不怪哥吧 咋不怪啊 恨是你那种的 云风 你再好好看看我 以后 还能记得起来哥长什么样吗 哥 你咋了 没事 哥就是怕的 以后你恨我的时候 忘了我长什么样 我哪能忘了哥长什么样 哥 你自己看看你 我老成什么样了 你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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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还得再欺负你了 鬼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一定要活着回家 到家之后 替我向妈妈问好 报告队长 队伍机会完毕 出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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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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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蓮蓮 康珍 我走了 我没给你们丢人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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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干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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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哭 不用扶我 你妈还没老 走 跟我迎接你大哥去 有一点 好 好 好 一屌 我来 我来帮你换宅 疼啊 谁家还愿意把自己的子孙送上这个战场 这不是送死吗 得活着回来 侯太太 师座让我把这个送回来 这个是侯云朗团长的遗物 打扫战场的时候只找到了这些 不许哭 不许哭 不许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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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 挂扇 不许响 你比较有机 你国性 去 不许响 你不许响 我 你会你看 你爸回家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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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当年 你把元朗交给我 我把元朗带大了 把他养大成人 可是 我却把他送上了战场 战死了 我真是对不起你 姐姐 我对不起你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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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连 抗战 你们都起来吧 你们大哥走了 二哥现在下落不离 父亲还在战场上 咱们侯家一门中烈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活着的人 谁 都不能是孬种